讲点不一样的 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 大家好 这里是演讲录 由REX继续给您演说一切 咱们上一期节目讲的是中东为什么那么乱 讲完了之后 各个平台上面 我都收到了好多朋友的反馈 有人跟我说 它确实够乱的 不光是这个事乱 你讲的也乱 我觉得这事没辙 因为它确实线索比较多 我这尽量给大家简话 简话有的时候还有朋友跟我说不准确 我尽量按我的理解给大家把这个事捋清楚 捋一捋主线 也有人说你其实也没说出来啥 跟流水仗势的这么一捋 你也听不出个一二三四来 这个事可就比较麻烦了 这真是细讲起来 咱们讲个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别说中东整个周边这些事 把大国全牵扯了 进来怎么怎么样 咱就只讲奥斯曼的历史 咱就稀里糊涂一会儿 这20分钟节目那是绝对讲不清楚 我上次说了 当时19世纪的时候 中国这边老大帝国大清朝 这叫做东亚并夫 西边也有一个西亚并夫 就是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和大清朝真的挺像的 某些意义上挺像的 都是受曾经很辉煌过 然后到近代的时候就落后了 没落了 然后赶不上工业革命的大潮 最后就被西方列强一吞虐 但是大清国毕竟是在远东 你听这词远东 咱们上次讲了 什么叫中东 什么叫近东 什么叫远东 远东毕竟是离这些英法 什么这些欧洲列强还是比较远 但奥斯曼就倒霉了 就在欧洲家门口 他自己本身就抵挂亚欧非三州 你要衰落那还不就照着打你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奥斯曼帝国其实比中国可惨多了 你看中国虽然经过这么个折腾 近代史这么屈辱两百年 但是毕竟我们最后还是胡伦各的 虽然有一些边疆的一些地区的疆域的变化 但是毕竟我们还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可就不一样了 这帝国到崩溃了之后 最后最后它的本土只留下了现在土耳其共和国区区那么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阿纳托利亚就是小亚西亚这一块 它之前那么广阔的帝国 那些阿拉伯世界这些地区 本来都是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 最后全都丢掉了 一战之后就被肢解了 本来连阿纳托利亚也是留不住的 甚至连首都 当时首都就是伊斯坦布尔 就是之前的军事产品堡 连这个都要被协约国占领的 好歹是有凯末尔领导的革命 最后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 它到现在依然还存在 但是它被肢解下来的这些碎片 就是它曾经统治过的这些国土 最后就一个一个全变成了火药桶 这巴尔干地区 曾经是被奥斯曼土耳其 统治了好多好多年 几百年 最后现在就是火药桶 现在稍微笑停点了 之前一直在打仗 中东这些地区 主要是阿拉伯世界 这些什么 现在正在闹的叙利亚 还有什么约旦 什么巴勒斯坦 就以色列那块地方 还有什么 就是中东这些伊拉克 什么这些地方 全都是火药桶 对吧 这就是我上一期节目 讲的意思 本来我想讲到这就算完了的 结果这几天又出大新闻了 就是土耳其居然击落了 俄罗斯的战机 这个事情现在还在发酵 然后中东局势面临着 再一次升级的危险 但是刚刚得到的消息说 俄罗斯不会对土耳其开战 但愿如此 打仗对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这个事情 到底会怎么样 咱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这个地方可不去预测后面究竟会怎么样 咱这是一个主要讲历史的节目 咱就讲讲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恩恩怨怨 咱要说这两家可是一对老冤家了 按照现在流行词来说 这应该是一对CP 俄土这对CP 一个是奥斯曼帝国当年 这是到目前为止 咱们最后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州的大帝国 俄罗斯就更甭说了 这战斗民族 咱们都知道他们多么强横 它现在仍然是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而且它的虽然现在被削弱了 军事实力照样是首屈一指 排第二还是稳稳的 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是非常强悍的大帝国 而且都是扩张主义的帝国 咱们上期节目就讲了 土耳其向西扩张一直能打到了维也纳城下 你想想 维也纳已经是欧洲腹地了 中欧再往西就是西欧了 再往西还能去哪 就该到大海了 当然它是扩张也到了极限了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攻陷了军人产天堡之后 那么欧洲人或者说基督教世界 抵御穆斯林 抵御奥斯曼土耳其的前线堡垒 就从军人产天堡挪到了维也纳 但是维也纳也已经到了 奥斯曼帝国扩张的一个极限了 再往西它实在是过不去了 而且到了顶点之后就开始盛级而衰 前面说它攻占了军人产天堡 1453年攻占军人产天堡 这个事情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是欧洲中世纪的结束 而且它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响 就影响到了东欧草原这边 当时还不叫俄罗斯 就是罗斯国 它本来就应该叫罗斯 叫俄罗斯是因为咱们翻译的时候 是从盟语蛮语这样翻译过来 他们前面要加一个原音 加上俄罗斯 我不会发那音 就那意思 就是多加了一个音 所以成了俄罗斯 后来成了俄国 但按照正常的发音 它就叫Rush 对吧 你要真音音的话 我们应该翻译成罗刹国 对就是那个鹿顶记里边 那个翻译法 其实跟那个 咱不说俄语怎么样 英语发音至少是一致的 这差远了 咱说就是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 跟它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现在看到莫斯科 其实离军人产天堡 现在叫伊斯坦布尔 离它还挺远的 怎么会跟它有关系呢 这事就太有意思了 就是军人产天堡 它虽然叫军人产天堡 Constantinople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什么呢 叫罗马 这事就有意思了 就跟咱们前段时间 不是讲《沿途》系列 这个特别节目 就是中间讲 从长安到长安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中国的周勤汉唐 定都定在长安 关中这个地区 尤其是汉唐的首都 都叫长安 所以后世 中国 甭管在哪建都 雅城都叫长安 但咱们这只是雅城 没有正式名称 当然汉唐这两个地方 其实它是两座城 不是同一座城 但是它还都叫长安 当然这两座城 离得相对来说比较近 但是在欧洲这个事 它原来那罗马 我们知道是在意大利 意大利的首都是罗马 但罗马这个事 后来就军人产天堡大帝 就把都城迁到了军人产天堡 它还把这个地方叫做罗马 所以没有拜正廷帝国这事 拜正廷帝国是 后世的历史学家 给它称呼的 人家自己就叫罗马 他们管自己叫罗马人 其实他们是希腊人 但是他们会管自己叫罗马人 管这个军人产天堡叫罗马 但是它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罗马了 所以它是罗马第二 或者叫New Rome 就是新罗马 对吧 罗马第二 但是军人产天堡陷落之后 等于说军人产天堡 就已经不能叫罗马了 对吧 索菲亚教堂 已经变成清真寺了 所以罗马就已经沦陷了 但是东方的基督教会 我们现在叫东正教 他们自称是正教 这个照样需要有一个宗教的核心 那么谁来接这个班 俄罗斯人说我们来接 凭什么 他们有什么资格 就是俄罗斯的首领 这时候咱先不说他叫什么 这个君主 他娶了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公主 他就觉得自己就继承了 东罗马帝国皇帝这一个血脉 所以那个叫罗马第二 所以我莫斯科以后叫罗马第三 而且就这一个罗马第三了 不会再有第四了 而且前面两个罗马为什么会沦陷 就是因为他们信仰不够虔诚 所以率领整个东正教会 甚至不只是东正教会 就是整个基督教会的责任 就落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 就落在了俄罗斯君主的头上 所以他们给自己一个称号叫什么 叫沙皇 沙皇这个词源就是凯撒 Cesar 但是在俄语里面发音 发译成沙皇 这就是后来的来源 咱们之前的节目里讲过 好多好多期之前咱们讲过罗马 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 罗马这个幽灵 它一直就存在 沙皇这地方也获得了体现 帝国的幽灵 在帝国覆灭之后 不断地到处游走 而且影响了世界历史 一直影响到现在 那么既然俄国沙皇 他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 那么收复失地 收复圣城这种事情 责无旁贷 没啥说的 再加上俄罗斯扩张 你别看它国土面积大 但是它一直的梦想 就是获得一个出海口 因为它一直是个内陆国家 陆军很强大 但它一直没有出海口 多少代的沙皇 我们知道 尤其是像那种 彼得大帝这样的人物 彼得大帝我们都知道 他从瑞典人手里 终于获得了一个 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 就在一片沼泽地上 建了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以它的名字来命名 叫做圣彼得堡 但是圣彼得堡 毕竟是靠着波罗的海 而且是在波罗的海纵深里边 非常非常深 他又真想出来 外边是一大堆国家的封锁 而且北方的港口也比较冷 弄不好要结个兵什么的 也不适合军队怎么怎么样展开 它怎么办 所以获得南方的一个不动港 获得南方的一个港口 一直是历代沙皇的一个夙愿 所以彼得大帝当时说 北边的出海口 我这有了 进波罗的海 南方要去哪 就是黑海 瞄准了黑海 通过黑海跨过黑海海峡 黑海峡是三部分 波斯普鲁斯海峡 达达尼尔海峡 和中间的马尔马拉海 现在也叫土耳其海峡 整个这部分 因为它主要在土耳其的境内 然后通过海峡 从黑海就可以到地中海 从地中海就可以到大西洋 从地中海 现在有苏伊士运河 也可以向南 经过红海 亚丁湾 然后到印度洋 所以这个地方是太重要了 军事坦丁堡历来就是东西方交通的要道 这不是东西方的问题 还有南北整个的一个十字路口 咱们上一期节目也讲了 中东这个地方位置多么多么的重要 就是因为它是沟通亚欧非三大洲的一个十字路口 而军事坦丁堡又是十字路口的十字路口 所以对于黑海的出海口 对于军事坦丁堡 不管是从地缘政治的要求来讲 还是从宗教的诉求来讲 俄罗斯人都是势在必得 所以向南扩张的俄罗斯 和向北扩张的奥斯曼帝国 必然是要打仗 而且打 这一打打起来就没完 打了多少场呢 打了十场 十场大战 俄土战争 这还不包括前面早期的那种前哨战 实际上从15几年 16世纪开始就开始打起来了 我们正式说的俄土战争 是从1667年开始 打了十场战 你就算吧 一直打到了187几年 这还在打 差不多每十几二十年 就有那么一场 再加上后来说是一战 还有后来不是俄国十月革命了吗 周围的国家都来干涉俄罗斯内战 奥斯曼作为宿敌 怎么能够缺席呢 当然打了没多久之后 奥斯曼帝国自己就崩溃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算是第12场 11场12场 什么12场大战 前年后后差不多有个300年 到现在算的话 已经有300多年了 你说这不是一对CP是神吗 这不是真爱是神吗 就这种仗打的实在是太平凡了 所谓俄国和土耳其 这真的是一对老冤家 这对老冤家互相对撕了 这么300年 他们都撕出什么结果来呢 结果如果从总的战果来说的话 那就是俄国壮大 然后奥斯曼帝国衰落 总体的趋势是这样 但是中间这个过程 可不是一帆风顺的 尤其是你看刚才我们说 彼得大帝这次 为了获得南方出海口 彼得大帝 这不是第一次俄土战争了 彼得大帝 在俄罗斯历史上 那是响当当的人物 你想叫大帝 欧洲这些国家的君主 能叫Peter the Great 能叫The Great 能戴这个头衔的 可真的是凤毛麟角 没几个 亚历山大大帝 都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后来凯撒大帝 彼得大帝 这同工就没几个 彼得大帝 这么牛的人物 在北方打开了出海口 但是在南方就一败涂地 南方他的夙愿 就是打开黑海的出海口 但是他没有成功 而且是他御驾亲征 都没有成功 打了好几仗都不成 这就成了他的一个遗憾 而且成了后来 历代沙皇的一个夙愿 一直到后来 叶卡吉林大二世 这个女沙皇的时代 才终于获得了 决定性的进展 后来是占领了 整个克里米亚半岛 克里米亚地区 就是去年前年 就是那边公投 要加入俄罗斯联邦那部分 因为那个地方 对俄罗斯人来说 太重要了 而且本来就是 划给乌克兰的 本来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 划给乌克兰 乌克兰独立了 又跟俄罗斯关系不好 那就被俄罗斯收回来了 想办法 普京大帝就把他 就自己揣兜里了 这个地方 俄罗斯绝对不会丢的 这是费了俄罗斯几百年的 多少生命换来的 克里米亚半岛 还有克里米亚半岛上的 要塞城市 塞瓦斯多波尔 这是俄罗斯绝对不会丢的 丢了他之后 俄罗斯军队的黑海舰队 你往哪搁 俄罗斯黑海的出海口就没有了 这么几百年的努力 就毁于一旦 绝对俄罗斯不会答应 去年克里米亚公投的时候 各个新闻媒体 什么网上都在回忆说 1853年的时候 多年前了 克里米亚战争如何 这场战争的起因 一开始就是俄罗斯 要争夺黑海的霸权 黑海的整个的控制权 还有巴尔干半岛上这些国家 一直到多岛河口的 整个的控制权 原来都是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 所以一开始 这个战争被称为 是第九次俄土战争 但是因为战事最激烈 战事也最重要的地方 是在克里米亚半岛 所以也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 这个战争 也已经不再是俄土之间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两国之间的斗争了 这个时候 因为俄罗斯如果真的就把奥斯曼帝国给干趴下的话 尤其是像欧洲这些列强 他们重视的这种军事原则就被打破了 因为俄罗斯就会非常的强大 这谁说的来着 恩格斯说的 说俄罗斯如果把奥斯曼帝国给吞并的话 如果它占领了军事产品堡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 就比整个欧洲的实力还要强大 欧洲这些列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尤其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 它的政策目标就是要保证 欧洲上面这些大陆上面这些国家 保持军事都不要太大 也都不要太小 能保持军事最好 都不比我大 我才能在里边维持住它的利益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 英法等等这些列强 还有当时萨丁王国 意大利还没有统一 萨丁王国都介入了这次克里米亚战争 这个时候就暴露了 俄罗斯的实力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它是个农奴制国家 但是英法这些列强都已经经过了工业革命 已经是一个工业国家 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了 近代国家 而克里米亚战争也被认为是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 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征缉船 有铁路运兵 有电报在使用 而且中间还有战地记者 还到这拍照片 能够发回去 通过电报 大家欧洲的实时了解战报 怎么战国 怎么怎么样 前线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它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战争 而且这时候还出现了南丁格尔这样的 战地救护的鼻祖 所以在这种工业化的战争面前 这种传统的农奴制国家 俄罗斯就已经撑不住了 所以最后是一败涂地 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英法这边的伤亡人数 大概是几万人这样的数量级 但俄罗斯这边的伤亡 达到了一百万这样的数量级 你说这差距有多大 所以战争的结局是阻挡了俄罗斯 在黑海这边的扩张 而且反过头来影响在国内的革命 这种形式 怎么怎么样 所以俄罗斯和奥特曼帝国 这几百年一直在争夺 像巴尔干半岛 像黑海的海域 出海口 海峡 还有像高加索地区 这些国家 什么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这些国家 这些堡垒 一直到一战的时候 俄罗斯跟奥斯曼帝国 仍然是敌对的阵营 奥斯曼属于战错队了 他站到了同盟国阵营 他因为也意识到自己危机 他要棒大款 他要棒他觉得德澳这种国家 尤其像德国 当时非常的强势 他要绑定他 绑在战车上面 结果他站错队了 结果协约国最后获得了胜利 协约国在胜利之前 就已经把奥斯曼帝国 已经瓜分好了 当时就是英法俄 英法俄在秘密签订条约 就要怎么怎么方案 当时在这个条约当中 俄罗斯要占的 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非常非常的大 整个的黑海海峡 就是土耳其海峡 就要控制在俄国的手里了 但是在战争胜利结束之前 1917年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 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不跟他们玩了 所以最后 虽然是协约国胜利了 俄罗斯最后是没有在 奥斯曼帝国这 分到一杯羹 整个奥斯曼帝国 就被英法协约国 就给肢解了 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奥斯曼帝国原来统治的地区 东欧这边 巴尔干半岛这边的国家 该独立全都独立 然后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 就连独立都不让它独立 就英法委任统治 你听听这词 就是这地方 你就没能力自己治理 怎么办呢 英法委托治理 但委托治理 它就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所以现在中东的很多问题 比如说巴勒斯塔问题 巴勒斯塔问题就是当时 他既同情犹太人 然后让他过来在这 西安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 你在这建立家园 怎么怎么样 纵容怎么样 这些事具体 咱就不在这说了 这个太麻烦了 然后国家的领土 又是英国和法国 人为这样划分 划分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这个犬牙交错 你多一块 我少一块 还留下了 比如像库尔德人 这样的一个问题 库尔德人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民族 但他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 最后就一直在闹 中东这些火药桶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 都买下来了 而且刚才说 不光是把奥斯曼土耳其 统治的其他民族的 这些领土 被挂分 被肢解 被委任统治 而且连土耳其民族的 原来奥斯曼帝国的 统治的民族 是土耳其人 就算他算是 突厥人的一支 土耳其是突厥的转因 连最后胜的 土耳其人的地盘 安纳托利亚 小亚西亚 都要被肢解 都要被瓜分 被占领 甚至连首都 伊斯坦布尔 都要被占领 这个时候 土耳其爆发了 凯末尔领导的革命 这个时候反而是 当时已经成立了苏联 给他提供了支持 提供了帮助 帮助土耳其立国了 这个事情就太有意思了 本来应该是 两三百年的宿敌 结果这时候 反而是达到了一种 相对和谐的一种状态 当然好景不长 这二战以后 苏联这不就膨胀了 整个帝国的架势 也出来了 这个时候 他又要再重提 说我要完整的 获得黑海的出海口 怎么怎么样 就挤兑土耳其 怎么样这样的事情 斯大林就非常的强势 结果这么一逼 好吧 这就把土耳其逼到 北约那边阵营去了 所以这事就太有意思了 一直到现在 中间这个事情 冷战期间的这个事 作为北约成员国 土耳其是抵抗 苏联势力的一个桥头堡 但叙利亚又是 一直是苏联支持的 这么一个势力范围 所以这之间的冲突 摩擦是不断 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这些年 一直是在这个 之间这个小摩擦 小事件 一会儿说扣他的飞机了 扣客机了 又怎么着 这会儿干脆直接把 飞机打下来了 这个擦枪走火的时候 是一直层出不穷 这次又这样的危机 我们不知道 后面会怎么样 但是结合着 三百多年的 这个对撕的历史 可以看到这个 额土之间 这个纷争可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解决的 具体怎么样 咱们拭目以待吧 好 这个俄罗斯和土耳其 这几百年的恩恩怨怨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我说的 这个话题 还有我说的一些内容 有兴趣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 公众号 轩原十四工作室 在这里边可以给我 直接留言 给我吐槽 怎么怎么样都行 我们可以进行 直接的交流和互动 好了 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再见吧